永遠不是到比賽 可能不能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可能就會爆 就會爆開 那就要來看一下這一場的對決 HK能不能繼續打個好彩的Liab 或者說今天你們有個惡靈順的成績 那來到了今天第五場的對決 藍方Liab第一手就是把蜘蛛給ban掉了 HKban掉了勒布朗 那我們已經開始有感受到了 繼這個賽季初期的柔衣惡霸這個行徑 現在已經成為勒布朗的天下 對 而且Rex的勒布朗跟這個 新朵拉的表現是都很不錯的 所以這兩個角色都進banlist的話 我不會太意外了 來看一下Liab第二邊 烏魯克里斯達 好這也是目前很火熱的AP啦 在珊娜 雅菲利歐都沒有的情況下 好運減克里斯達 輪環的上陣 而且算是獨樹一格 你可以混下路也可以混上路 很厲害這個角色 那這裡的話看是賽特還是鄂爾吧 如果這裡ban賽特或鄂爾的話 右邊要扛珊娜 那左邊就很容易拿到上路 就是開股喜歡用的鄂爾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裡就是賽特跟鄂爾 看開股喜歡玩哪一隻角色 這裡就比較好ban了 那就要看最終Liab的一個有意點 賽特好一點嗎 這邊有邊賽特拿2 開股繼續用 喔有樓一 樓一 那這裡要扛珊娜吧 看HK有沒有準備啦 因為說實話 珊娜是有套路可以打的 像是可能讓後頭流的法洛士 是有人願意這樣做選擇的 所以看HK有沒有要刻意放出來啦 因為他這邊如果放出來 Liab不選 他大概可以玩 拿來玩也OK 但 我猜應該不會啦 很難啦 這個角色就是你風險很大 你要今天去賭這個 戰術不容易 那2又來了 所以我們開股 老大哥拿一手 沒有 他要跳出去 他今天是賽特 他要開扁 他不要開敲 他不想再敲這個裝備了 他不想再開吹了 他剛剛那個熔岩的那個W 哇那個吹的是很好啊 嘴巴有點酸 我只能說他吹功一流 他嘴巴有點酸 要換拳頭 沒錯現在要來趕緊的出手 給大家證明一下 這個從S1打到S10 十年經驗的老大哥 他那個拳頭上面應該有很多 那個結痂 不會不練腳 玩了十年還是可以玩最新的賽特 厲害了吧 S1賽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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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沒說他已經感受到了 出來 那另外一邊的話 雷克薩倒是真的 秒選不是問題 70%勝率 還在往上 現在是70.8% 那這個選角 好運節怎麼樣 在這裡的話 這個好運節是真棒的 對 好運節 三個ED都被騙了 先選鱷魚 他還要再看一下 喔AD他說他還有伊德瑞爾 或者是凱莎可以打 我覺得還有很多別的 我就等 先看一下 說實話 有時候你看到賽特 你不會 不會這麼想要選好運節 因為賽特就是在團戰中 專門來幹掉好運節的角色 不然不管是抓人去撞好運節 還是把好運節抓來扁 都是會讓好運節團戰中很難受的 你在講的好像這個賽特 專打女人還是怎麼樣 他專打好運節 他好運節剛好是女人 那我也沒辦法 那在這裡沒辦法 那我也沒辦法 那我也沒辦法 真的扁他了 賽特就是沒辦法 一定要往前衝的 他這角就是拿來扁人的嗎 對 那Liab的話 這是一首 正面凱莎直接選 凱莎現在是什麼 勝率0% 沒有贏過 沒有贏過 但他直接選了 他這個還是盲選 這裡看你要不要選主女吧 把打野選下來 對 可我感受到這裡 Liab的陣型是很兇的一個陣型 因為我們知道凱莎唯一的一個優點 他唯一的一個優點就是 他有辦法 他是AD唯一一個 可以跟前排去做配合殺護牌的角色 所以他是要選一個很兇的陣型 這個 近期選出來的李星 除了Kedron之外 都不是特別 而且特別是打雷克薩的時候 就是很常爆開 但我覺得都對 技術好像也有玩 玩得還行 因為這場其實 當你選出凱莎之後 其實像賽特跟李星這樣的角色 就提供凱莎一個很好的團戰王 就是只要這兩個角色 有賽特跟李星可以撈到後排 只要CC到上刀印記 凱莎肥就直接飛進去把那個後排給秒了 沒錯 那這輔助的話也可以選最兇的 而且我們也知道 凱莎跟納蒂魯的這個配合 已經算是也十分悠久了 所以接下來的封鎖HK 一定要往下路去做封鎖 也就是讓凱莎的機動性 沒辦法繼續增長 那你要把納蒂魯先給 先給ban掉 就是他四旋長 納蒂魯斯也有機會 對 你直接按掉了 還是按掉了 不想看到 那Liab的話 倒是要阻止一些 就是會反打的角色 像是 十萬里美他在一起打野 那 像是布朗姆這樣的角色 其實是 我覺得對Liab來說 會是比較痛苦 我覺得射雷希不錯啊 因為射雷希算是 當選版本裡面 比 潘肯吉 靈活一點 然後又可以比較好拯救AD 的一個角色 這裡Liab其實是真的可以 因為一般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就在這種BB的時候 再來到45ban的時候 就是雙方的BB會針對不同條的路線 但這裡的Liab是 直接就針對同一條的輔助圍 因為輔助還有很多啦 沒錯 真的還蠻多的 而且能反手的輔助真的也很多 所以現在就是直接針對這種 會反手的輔助 去做出 因為現在剩下HK沒選的 也是中路圍 這裡ban掉了一個中路 也是一個反手角啦 就是回推 但對面還有一首球女說實在的 如果GIMI可以拿一首球女出來的話 其實也還行啦 這邊看可以要不要選個雷歐娜之類的 雷歐娜 還是布朗姆 就是打這種反手 那我覺得Liab這邊其實 輔助應該就會選被空了啦 選被空打布朗姆算是蠻舒服的 然後配凱撒一樣是 一個好的強開點位 做個連續進攻 我覺得還是比較穩定的把 這個第五的康克就留給GIMI 哎呦 這是加里歐輔助嗎 還是中路呢 這裡還是有點 一個 但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不會是加里歐輔助啦 加里歐輔助現在有點弱 喔 賽特輔助 又是你 又來 又來準備 原來 一切的這一次 這個女人眼看對手的大絕 看起來都 非常好用 好用 好用啊 偷偷看 這凱撒的可能沒這麼有威懾力 其他都很不錯啊 趕緊選下 最後一手的賽勒斯 哇那這裡Liab也是利用賽特做了一個變位 這邊來下路來打一波配合 哇那這賽特 撞到這個布朗姆說起來情節節度是真的很不錯的啊 我是個人認為啦 就Liab在第二輪BAN掉色雷西之後選GP這一點是做得很好的 因為當你想要選GP去應對好運劫的時候 你最怕就是對方選一個色雷西 因為他會把你的彈幕直接化解掉 好運劫團戰中很難吃出一點就是 只要GP把那大絕升級做撒在他頭上 那好運劫就勢必要往後拉 因為那大絕其實撒久的會很痛 那色雷西就可以算是化解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BAN算是做得很好 然後又保護到GP這個Pick要搭配他該有的成效 沒錯 而且在Liab的話我覺得是 不負大家所望啊 因為這個陣型的話 說實在如果今天是克的上 我覺得不會晚 因為這個陣型是一個團戰的集體陣 就不是一個單邊線的團 他這個就是要撐的陣 而且是把資源全部投在下路 對這個狀況其實是之前Liab 絕對不會玩的陣型 而凱古這個大學長上陣 完全不一樣 就看一下這第五場的對決 誰的陣型可以拿下比賽吧 歡迎來到 Summoner's Friend 好的來到了GP5場的比賽了 這場比賽的話 到無論怎麼看 我個人這個 看起來火腰味是挺重的 就是這個突然 一眨眼人突然死掉都不意外 都不意外 那手指一彈突然死一半人 我也不意外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這段狀況 火力是特別大 大家雙方這個角色都是一定要用 碰撞的方式才有可能拿下大量的優勢 我是覺得啦 HK這一把比較理想的方法 感覺打 我個人覺得打上中也可能會好一點 就特別是往GP這個點灌 就是只要把GP 讓他的大絕限制是不要放在下路那種團戰的話 其實HK會比較好處理 不然如果你還是打下的話 其實會讓GP有一個很好的空間 把大絕灑在下路 那這樣打起來的話 其實HK會相對來說不舒服 想辦法可能讓船長大絕先 優先用在上路之後再轉下 在CD的這個時間點往下去做進攻 甚至是爭奪小龍的話 HK其實整體的節奏會打得非常舒服 然後看起來是的確要往上刷 因為這場 因為只要你 你不一定要塔殺鋼普朗克 你可能只要從塔後出來 他就會必須要放他的大絕 在塔前把兵清掉 然後以防塔殺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 起到說 利亞伯這個組合要利用鋼普朗克大絕 甚至跟加里歐搭配要來 灌下路的這個套路 對 利亞伯真的在下半部已經投資了 非常多的角色資源了 在這場比賽明顯看得出來 HK想要破解的話 勢必的還是得要先拆一下這個船長 那確實 這也是一個下路全刷嘛 那這上路的位置一定是一個三等 甚至有機會開始GANK的一個時間點 針對這個船長 就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那HK上路的3Z可能在一開始的話 要嘗試先把兵線給掌握好了 總版本的位置倒是推得很開心 哇 但這裡就是買了一個點 就是加里歐如果在前期是一個推線的優勢的話 是有可能突然一波來上路支援的 那這裡的話也可以要處理 他想要直接進來摸眼看到了 摸進來一個野兩個人都被發現了 這裡有確認到 HK人員是可以打的喔 因為這個棕櫚的連動性其實還是可以的喔 而且鱷魚是可以靠的 他是三等了 他是刷到三等上來的 所以這一波兜一兜一 直男的推了 不行了不行了 這裡等級還是有差 這波其實進了我覺得就稍嫌勉強啊 因為第一個是剛好 他進來的這個點是兵線已經回推了 所以REX並沒有辦法把壓力完全給足居迷了 然後眼睛也看到了 然後加上3D這邊又是推線的情況下 其實HK只要慢慢靠過來做防守 多瑞瑞是勢必要撤退的 多瑞瑞波兜開 他是吃了一個藍再吃了一個殘鼠 就是他沒有說先吃藍後直接過去偷喔 就是有一點想要在那邊 如果就是剛紅吃掉他可能就三等了 然後剛好遇到雷克薩剛好可以一起打 但剛我們看到雷克薩的狀態是什麼 他是三灘全刷了之後 然後還趕到了紅BUFF這個位置 所以看得出來這個打野的時間算是算錯了 對 但說實話他早一點去的話 其實3D也可以靠過來 所以他的壓力也是挺大 而且他一定會被眼睛看到 沒錯 這裡還是風險很大 剛剛那波賭出的話 說實在想的是確實有點多 下半部的位置 REX倒是成功的壓制 也讓李星在下半部吃河蟹 是不會受到任何的壓力 那這下路有壓制的話 對REX其實是一個好彩頭吧 好的開始 因為一般我看凱撒打好運節的話 凱撒應該是只能哭啊 真的是哭哭叫啊 這場是很開心啊 因為對方是勢必打上的嘛 然後六準之後又有個鋼普朗克大決 甚至還有加六大決可以做支援 所以這場裡UP會比較傾向是 把小龍的部分控好 就是穩住 穩住 然後看能不能從第一條到第四條 就是穩穩控住 然後拿龍昏之後來接後續的團 說到後期對李亞們 真的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所以這一場的話 想辦法拉時間 就是最好的選擇 甚至是我覺得 多一隊其實可以找機會去中路 看要不要打一波 如果可以把居民人的閃線打出來的話 那居民人的整個對線就會變得很被動 那接下來只要加里歐 鋼普朗克都上六之後 往下 兵線整理一波進去四殺二 其實是很有機會可以成功的 跑線的機率一定可以讓他提升 最後看李星要怎麼去住了 下路基本上是真的不太需要 在一開始的時候啦 不需要照顧 反正事實上 這兩個 算是凱撒的配件吧 船長大跟加里歐大 有辦法可以先行動 這才是LEAP最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李星 最終還是來得下 這個 是不是有點反蹲的味道 沒有這兵線是出來的 兵線是出來的 這是有點反蹲的 因為這下路基本上真的不需要 去做太多的幫忙 不過Win 看到了這個草叢裡面有人啊 不是很舒服啊 這個位置我要站 一直偷敲這個賽特 賽特其實也不理他 Win在搶草 因為他這個線是 些微被控制的 所以他這個草不搶起來的話 他的兌線會很難受 對 我這裡兜一兜也還想要Gank 不過另外一邊的Holo也感到了 一個挖就挖了下來 再等待 喔那這裡兵線其實是進來的喔 VL如果不想進攻是沒事的 不過看起來雙方都想進攻 Hemmars一手拉 只拉了一個Win 揍了一套 小打小鬧 兩邊的打野 這有點看得到吃不到 就是在勾引嘛 就是 VL一直把線控住 就是要勾引說HK 要把這個線送出來的時候 會露出一些破綻 對 他這線還是卡住 還是卡住 所以Holo勢必要過來 稍微cover一下 喔喔喔 不過這個時間抓得很好 李星回家 Holo落點 不過是布朗姆加好暈解 這裡要CC的話 很難 而且 Extortion也是有感受到 W來Check 你這個動作有看到呢 看到了看到了 他看到了 這是W給的這個視野 時間也挺久的啊 不過這裡的話 基米我覺得 要趕快把中路的線送過去 然後靠過來喔 不然這邊的話其實 Holo會有那麼一點危險 那麼一點危險 對 而且 加里歐是補裝回來囉 六等的加里歐補裝回來 這裡打團是沒有問題的 吃到了龍 而且殘血的Holo也很危險 這邊不能打團 HK雙人組 是在沒補裝的情況下 想要嘗試跟Rex打嗎 而且HK的下落雙人組被攔住了 喔喔喔喔喔 這裡還想要繼續進攻 加里歐在後面跟 這裡 G米恩捲著抓下有機會 抓到Hammer的Hammer的這些交閃線 走掉鎖鏈 後續的進攻一腳踢上了 中路 G米恩有點危險 後面坐車來就做了一個保守的 大絕 英靈之門 喔這個 很安全喔 這個英靈之門跟這個彈幕有點隨意 有點隨意 輕鬆丟 這裡 對對對是第一時間往這邊衝啊 然後是成功Q1出送 那其實這裡我覺得如果G米恩 把線第一時間送出去的話 然後他來這個 這個就是 紅buff上面這個草叢 把位置佔住的話 其實對對應該是不能來偷這條龍的 不過下半步的話確實 剛剛兩個大絕交了 第一波的這個進攻大家是打得輕鬆 對 開得愉快 既然是全丟了 但沒有任何的傷亡 甚至連好運氣的閃線都還在呢 這個就讓HA的效果上是 鬆了口氣 因為畢竟前期 高普朗克跟加里歐特 這兩個大絕CD是超級久 那現在就看 到底Holo能不能 打出一個優勢了 不好意思這個雷克薩 其實挺需要優勢的喔 這角色現在真的 得跟鱷魚或是 可能中路做一個配合是 蠻必須的 要不然我感覺 開股過得挺爽的 他打這個鱷魚 作為一個船長 可以 對農哪 這種狀況的話 其實不太樂見 他已經有閃耀劍了啦 所以鱷魚的換解上 也算是蠻困難的 是 Bag了兩發 就頭很痛 現在鱷魚也很怕被ban 3G已經是回到自己的塔下 下半部的位置 雷克薩再次的趕到 這次是駐下套路 要直接把凱撒給駐爆 繼續往前點 一個收成 身上被掛上了布朗姆的一個被動賽車 進場但雷克薩從面翻了出來 Hammoth直接被咬了一套之後 反身的一個授紋空拳 打掉對手的一個血量 但最終還是被布朗姆的 零咚衝擊 給直接衝掉 這裡就是Hammoth很想要 幫助自己的 就是AD來追破反打 但直接被Bag到了 嗯 敢打真的太擠了 對 其實是沒必要的 說實在是沒有必要的 嗯 就是你在這下路現在得到的優勢 很難啦 而且我們都沒有六等 反而是你在沒有六等的情況下 被布朗姆的印記暈眩出之後 其實你是沒有退場機制的 如果你是有六等 那你大可以這邊把人摔回來之後 再開一個W 那還有機會可以逃生 但是沒有六等的情況下 就是被布朗姆躺著面 這裡LiA的下路 就中上也看起來有慢慢做到配合 但下半部的話 造型機動 對HK抓到了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點也是在 剛剛 上一波 加里歐跟 GP的大絕 沒有用好的 因為他們的大絕是有 留住的話 剛剛那一波是有機會贏的 中路是3-1 不過後面的Hammerz也趕了過來 閃現了Rex已經離開 不過Hammerz還想打 在前面被留住 有獵地也是撐了不久的時間 但獵地結束之後 反身一手獸文空拳搭配 後面趕到了DoyDoy DoyDoy救不了輔助 當然是一腳的踹開人員 想要繼續的進攻 但踢過去隨著被雷克薩給翻了起來 而中路的Rex 靠著自己的一個吹風吹下兩顆人頭 但還是被Holo給擊殺 而Holo殘血的情況下 然後再用大絕限制了Extrosion Extrosion最終跟 來到了中路的M&M 一起和平的農兵 沒想到 這波的團戰不打在下路 打在中路 我覺得Hammerz這一波有一點硬要 他有一點硬要 就是他沒有理由在那個時候往上 他那個時候 往上頂的時候其實 他是沒有六等的 就變成他又被布朗姆定在原地了 就他又被布朗姆定在原地了 所以導致他這波其實什麼事都沒有做 他只做了暗吹個打鼻打出傷害 要不是剛旁邊這個大絕由撒下的話 這波團戰很有可能就是HK一面倒 而且這個最後鬥鬥還是直接被修保 被Holo修保 對 被翻起來了 這就是我們之前會說 就是雷克薩打李星的好處 就是雷克薩翻起來是可以斷李星的Q1租突的 那這波就很明顯體現出 李星這個角色在對上雷克薩的時候是很痛苦的 這波團戰 倒是有HK 人頭的分布上HK這邊是很優喔 在另外一邊的話李阿伯人頭主要是落在中路位 打AD也拿了一個 那整體的話就也還好 感覺是還好 我覺得李阿伯的配合有點脫節啦 就是他並沒有辦法 組織一個他們先發起的團戰 然後還好的利用鋼普朗姆跟加雷歐爾大絕去做COMBO 這個進攻性當然李阿伯 是有10.15但也還好 畢竟這個陣型的話後期還是有無限大的機會 反正是右邊的後期 所以在配合性就沒辦法到這麼完美 我覺得對HEMERS來說 就賽特這裡應該要想辦法 等一下去抓一個沒有閃現的人出來 就是他可以從團戰裡面翻出來 然後加雷歐大絕直接下 然後把那個人單殺 把那個人擊殺掉之後呢 再來打後期的關戰 下半部還是有農助的 魔劍也已經出來了 在利亞伯這下路是可以開始有碰撞的機會 推完線之後直接開始抓位置 但全部都被雷克薩給聽到了 當然利亞伯也不是省油的燈牙 也是確認到對面打野的位置 雙方是有點開著地圖在打 那這個小龍的話可能要稍等一段時間了 雙方應該都是沒辦法在同一個時間開著 不過有個鱷魚在這裡呢 3Z有想法的 沒TP只能下來 沒拉到 那這裡是要吃龍了嗎 鱷魚在這裡的話 龍要直接開嗎 但是這樣子其實利亞伯是很優的 因為鋼普朗克在上路爽推 有TP還有大絕 那龍要直接開 所以這一波利亞伯的 地球上面的經濟分配是很開心的 來了 而DoyDoy再一次的 站在了我們所熟悉的位置 視野甚至沒看到DoyDoy李星 準備等待一腳 在腳上 腳空了 穿鞋不穿襪 沒有提到 看起來這一波利亞伯 是比較沒有選擇這種激進的打法 雖然說他們如果有一個鋼普朗克 有大絕的優勢 他們選擇是 就通通看 沒有就算了 也就不理欸 就沒有說要特 一定要這條龍 對 因為在眼位上 其實他們並沒有很 很充足的眼位 可以提供他們這樣直接走進龍池跟HK打 所以他們還是比較擔心一點 就 如果選擇保守就是 讓給你的關係 這裡是順勢的讓賽勒斯去上路 稍微清一下喔 中上的一個稍微換線 看這個換線感覺是不持久的 有再另外 我利亞伯倒是直接換線了 兩邊都換了 沒錯 大家趕緊跑 跑動 那這裡船長依舊可以給點壓力 不過現在鱷魚的TP已經好了 上一波小龍的時候 其實鱷魚的TP還沒好 對鱷魚的TP也好 然後賽勒斯這裡也被配線到 放在中路 就偏上半部的部分 沒錯 所以這裡要即時殘團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你就要看眼位的佈置啦 這裡的話 先推線的還是利亞伯啦 所以 看起來在視野的部分 還是利亞伯有先 站穩的先 看一下利亞伯 這個團戰其實不太好打喔 這場這個團戰 這個時間點 就 利亞伯要贏的話 我覺得 我學著需要一點 對面的失誤了 對我想要看一下 Hemmeth在 有六等之後的賽特 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操作 因為剛剛他幾波 團戰打起來都是 沒有六等的賽特 所以有點被布朗姆玩客主 但是 有六等之後我覺得他就可以做出 比較不一樣的操作了 而這裡先啟動的是利亞伯 他們也很順利的拿下了預示者 中路位Rex直接嘲諷留住居民 而居民也很不爽 交出了索列人搭配 打野的一個虛空騎琴 全部貼上了Rex 但Rex沒死 反而叫了自己的隊友來到中路支援 HK四名成員 是眼睜睜的看著預示者掉落以外 也殺不到對面的中路 這個視野布置上還是利亞獲勝啊 我生氣到直接交出了冰河獵襲 哇 這裡HK的整體進攻 最後是被一個船上的大絕 給交襲了火焰 這波其實HK在輪轉上就是 完全跟不上對方啊 而且在地圖砲的使用 利亞伯也是直接封鎖住對方 要想要進一步推進中塔的意圖 免費拿的預示者利亞伯人 往上想要進攻 在下落位置抓到一波凱骨沒有大的一個機會 雷克薩從後面鑽了出來 被留住的凱骨交閃線等時間 跟閃了HOLO 打到最後一個扛了兩下塔之後 閃線過來一口槌在家裡又趕到 Rex一套秒掉了雷克薩 後續鱷魚想繼續動手 3D打得非常的痛 但怒氣已經結束了 還想要繼續追嗎 還有想殺的想法叫了問號 叫了棋子叫隊友過來 在上面打了團戰 飛開這個殺手本能 Exorsion飛到了盾的後方直接輸出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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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交出了閃線加治癒彈都活不了 而凱撒進到了塔裡面也被塔給擊殺 中路位置 HK人眼睛就了定位 先扛塔的是3D 3D扛了兩下再逃跑 但傷害不夠的君民人收不掉Rex Rex成功撤退 畫面異常火爆上下都在打 雙方互相火拚 看起來我覺得以結果論來說 還是 這個 利亞這邊算比較鑽一點 因為她畢竟中路是放出了一個意識者 然後把HK狗狗給撞斷了 沒錯 剛剛這上路也是拚的火熱啊 剛剛的上任組就這麼直接打了起來 來看一下 這次下路 這一波最主要是 開股在後續是 閃掉了雷克薩的第一個反 我覺得這裡其實 Polo大可以直接閃翻啦 他直接閃翻是比較穩的 他直接閃翻轉兩圈 然後大絕鋪出來 就不會讓開股拖這麼久 因為在這個局勢下 他第一時間閃翻 甚至是他REX下來的時候 他都已經走了 沒錯 在後續 哇這裡就 快來啊 中路 快來啊 這裡拉到之後就上了印記啊 所以也是第一時間先把凱撒暈住之後接一個虛弱 但是我覺得這個虛弱下的比較可惜一點 因為他是在凱撒被暈眩的這段時間下的虛弱 如果他是等凱撒閃現進來再給他一個虛弱的話 其實說不定有機會可以再多打一個人頭下來 對 這裡下路到了有點小小的失誤了 該扛的感覺是賽勒詞去扛 剛剛HKA確實有想法 但3C走太近了 所以先吸到了血量 吸到了塔的仇恨啦 所以才 臨時轉了一個讓由鱷魚去扛的塔殺 但宣告失敗 來到40秒的小龍龍 今天是一個水的地形 而且看一下利亞伯這邊的大局都有了 都有了 剛普朗克有 加里歐也有 COMBO已經成型了 可能視野的部分兩邊都是禁止於自家 在河道部分都是蠻淺的眼睛 所以看這波路要打起來的話哪邊的視野做得比較好 通常發育其實也沒有差太多 台股這個船長有三項掏的出來 今天稍微有一點的作戰能力 不過這個配線我會覺得利亞伯看起來不是很想打這條龍 因為REX跑去上路了 他除了現在只走往下衝 有了他衝了 不然這個龍團是打不到的 還是有一點火氣的 團戰不能放 再往前衝 努力的往前跑 手刀 跑得非常快 加里歐 他畢竟有一個這個炸雞外送員的造型 這波利亞伯是絕對可以針對好運姐的 好運姐沒有閃的 看一下位置利亞伯要怎麼去抓 來一個左右爆炸 兜兜兜兜兜在右邊已經被G免給貼上了 稍微打掉了半條的血量 而在前方的位置 他們被抓到兩個人 讓凱莎可以進場 加里歐這進場的一個炸 一個五雷轟頂炸到對面 3D現在只能想辦法跟Holo收下這個凱莎 搭配了鎖鏈上來的G免成功收下 而下半部的位置 利亞伯似是沒有太多的一個傷害 台股還在嘗試輸出 REX也利用自己的嘲諷撐了不少的時間 那最終還是被Holo給殺掉 哇兩邊都是在團戰的前後 分別針對AD位的部分做進攻 一開始MMS確實被Hemmers給抓到了 抓到之後呢 接加里歐的大絕還有凱莎非竟然做手 但是凱莎後續還是被雷克薩給頂到了 所以變成是兩邊剩下的角色是HK這邊比較佔優一點的 續戰力來講 利亞伯真的把凱莎當一個前排在玩 他們的方式是要屠殺後排 這裡是Hemmers先舉大進去然後撈到了MMS 然後配合凱莎的大絕還有加里歐的大絕 進去把好人姐給撈掉 但這個時間點凱莎的位置是反而被釘到了 就被鱷魚釘到也被雷克薩翻到 所以直接當上被秒殺 那後續剩下的角色 LAP是加里歐跟鋼普朗克 跟對面的雷克薩還有鱷魚皮起來 那續戰力肯定是HK比較強 對 終期的時間點 這個鱷魚跟賽斯 你沒有個宣告去處理他 那他們真的是為所欲為了 現在真的 LAP需要有一個人去補 這個雷克薩 要不然對面的回血量是真的太大了 下半步的位置 3D還是要壓制的機會 而且剛剛也在團戰之後有了懸賞 3D究竟能不能打出我們熟知的操作呢 那個曾經是 上了好像世界賽 Top1是不是 那個影片 船長一打二 對 船長一打二 這場對面是船長 看一下3D要怎麼去處理 現在前面優勢挺大的 但現在這個戰績來看 下路的位置 只要能掌握主動權的話 船長代表只要交掉HK 其他人就有機會做進攻喔 3D這個責任其實扛起來是滿大的 那其他的位置現在就是 嚴陣以待 等待著自己老大哥 成功的時候 現在最主要還是要等那個MN的閃現 因為他這個組合 如果好久以前沒有閃的話 團戰是很難打的 所以是已經要轉好了 都在下路來幫忙了 兩邊都是有打野在做cover 繼續蹲點 Holo在等 有稍微聽到聲音走了 粉眼插了走 但DUP也有察覺到 這個位置 選擇都打 最後握手岩河 而且還是隔牆的握手 大家就這麼一起 現在握手很危險 他們就是隔牆的 就 意識到就好了 對 現在都是用瓦甘達在打招呼 對 劍到面就是瓦甘達 我插一個眼 你插一個眼 好 代表我們握手過 握手岩河 大家可以一起的離開 那也就讓這個時間點 可以稍微岩河 不過利亞伯克開心了 他們這個陣型就是喜歡拖後的 凱撒也是兩件裝了 沒錯 而且水滴看起來是準備的 差不多了吧 這個時間點 以手劍出裝來說 差不多21出頭 就可以有機會跌完 凱撒可能還要再久一點 還要再久一點 還要再久一點 對 還要再久一點 凱撒跟伊德比起來 是稍微慢的那麼一些些 但最主要還是要拿到第二 他的這個攻速裝 讓他的一技能趕快進化 這樣團戰才要比較多操作的空間 飛進去 去打後排的時候也比較安全 看似出 如果是AP的話就是NAS AD的就是瑞蘭 對 現在繼續的給一個鴨子 這上班的鴨子也挺成功的 REX這一場 像對面那沒 那魔都沒了 那魔都直接打乾了 現在利亞伯的話 決定的是用什麼 三條路線的鴨子 但船長當然不行啦 但加利歐這裡可以開 他這裡也還行 最主要是 如果是 有有 鋼普朗克在的時候 打團 都一定會多對方一個大局 打起來就是 因為說 利亞伯這邊製造的壓力 會給HKA比較 難 去主動找機會的一個 就是 空間 感覺到說 總是要提防鋼普朗克這個大局 隨時會殺下來 很危險 不過中路外突然放了一個小空城HKA 整個人夾了過來 沒事 我們和平 因為HKA的目標 他目前的目標 應該置不在這個中路塔 有三座塔的進攻情況下 其實下路會是更好的選擇 畢竟 他攸關了關於小龍的一些 視野佈置 所以這下半部是有想要投資的 可惜 利亞伯人員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K這邊沒有太多出手的機會 好 那現在的話 時間被拖住利亞伯非常開心啊 整個節奏 整個發育 都得到了 最舒服的一個環境 兩邊都在等 都在等這條小龍出 一分鐘啊 單單一分鐘的時間 沒有小龍 沒有打的必要 沒有小龍 沒有打的必要 是不是慢農 那HKA這個陣容 再農有戲嗎 我感覺 農到後面應該是沒什麼戲啊 農到後面的話 這個好運姐 應該會是第一個死 就好運姐的大捲 甚至不知道他目標是找誰 你知道嗎 好運姐的 輸出環境會變得 比較堪憂一點 反正是利亞伯可以從 各種角度切入去 找HKA的後排 HKA這場是打出這個隊伍 HKA這個隊伍想要的東西 就是打慢 但他們這個陣容 其實不適合拖慢 就相比於慢 對面是更願意慢的 對於HKA來說 他們後期的團戰 如果要好打的話 第一個是 要正面開 而且側邊的視野 要基本全部點亮 不能讓有任何一個 厲害的成員 可以摸到後排 中路的話再稍微壓近 但小龍已經準備要來了 10秒鐘而已 HKA其實視野都 做得滿足的 不過Hammer這個眼睛 蠻重要的 在水龍地形裡面 這個眼睛是很重要的 不過立馬被Holo的紅眼 給排掉了 小龍 小龍這一次利亞伯 是不太敢放的 這一放的話 對面可是要聽牌的 全員都壓了過來 先用視野抓到 上面的鱷魚 想進場的Hammer 只看起來想抱人 直接正面走進去 抱了一手人 把雷克薩抓走之後 李星想偷 但只有龍 草運劍拿走了 前往一直加利歐 進場在彈簿掃過來之後 一收人直接飛到了 後排被布朗姆 擋住了 所有的子彈 這凱撒飛進去 直接爆炸 而在另外一邊 是來到上方的居民 也被四人給夾擊 所以此時閃現上來 開始大刀剁 一次就幫助了 隊友剁下了兩顆頭 而這兩顆頭 是落在了AED的手上 我覺得這一波利亞伯 玩的有點怪 就如果這條龍要搶的話 大概龍在 六層血的時候 快到五層的時候 就可以撒大絕 但反而是 這個鋼普朗克 是先TP一下 他們並沒有先撒大絕 我覺得這點是 比較可惜的 可是這個打野被爆走了 這點是這個打野沒有搶到吧 所以要中也沒中到 然後之後被豪雲姐給A掉了 這個李鑫這樣沒中到 38D被拿走的 對 但是我個人還是覺得 就在搭配上 liab還是有點小俠 而且看這時候 飛進去的時候 是只有一個 凱撒 反而是凱撒被 瞬間激活秒殺 所以這個combo就有點 似不像 就他該撒大的時候 沒撒大 然後不該 飛進去的時候他飛進去了 凱撒為什麼不幸 飛到小龍池子裡面 如果剛剛那個位置 CC住在那邊 大家都進去那個位置 感覺飛小龍池子裡面 跟大家一起會合 就要死一起死的 這種方式可能是好一點的 就是凱撒的強迫症 有點跟李鑫也很像 他兩隻殺好運姐 Q1Q2就要進去 我凱撒有印記 看到好運姐也是要飛進去 有點衝動了 因為 剛剛確實如果 一波集結在小龍池 就打出去的話 可能是還有機會的 但凱撒是第一個被激活到的 那後續的傷害 其實當然一定不足凱撒 我覺得就是Liop這邊的 團戰的目標 已經有點 迷茫了 模糊掉了 他們應該是要針對後排打 然後 鋼撒朗克跟GP的大 鋼撒朗克跟這個 加里歐的大絕 要打出來 打出鋼撒朗克 他們是 時間不對 然後也沒有配合起來 沒錯 讓對面就從中抓到了一些空檔 一個一個瓦解 而且剛剛那個好運姐的大絕 竟然可以發揮到 很好 因為 以右邊這個組合 其實看不出來有誰的 技能可以搭配好運姐做到一個完美的combo 但剛剛其實就是 Liop的人全部充建在小龍池子裡面 讓好運姐掃大 對 剛剛那個事情就是 Liop是全部人 就是往前衝 他並沒有從側邊夾擊 所以對HK來說就比較好處理 所以Liop現在就是要開始 想辦法 找一些可以側邊突入後排的機會 沒錯 不過剛剛的失誤也導致自己的視野 開始落後於對方 HK人進入了巴龍池子 可以大掃特掃 把所有的視野都給排掉 那這樣子的話 要抓到更好位置的機率 其實就更低了 雖然MMM這一波是沒有閃現 依然會成為Liop的一個進攻目標 不過他買了一塊錶 就是買了一塊錶 對 也機會可以拖時間的 而且看出來HK人 是蠻照顧自己的AD的喔 這鱷魚其實在第一個團隊 也是二話不說 就是直接針對的後排 那剛剛的話 這布朗姆的盾 這Win的盾 就沒有舉反 你知道嗎 他是正面就擋在凱撒面前 看他所有的資產都被收下來 我覺得剛剛那個凱撒飛進去 不管布朗姆有沒有舉對 就算布朗姆在那掛網三秒鐘 凱撒都會死 凱撒都會死 凱撒剛剛是 直接一個衝進去 把自己的命給賣了 這確實喔 好像 就如果 凱撒的這種強迫症 就是這樣的一個玩法 就是他會把它 我們也看多了嘛 也習慣了 這裡肯定說得很好 調整在上路的位置 抓了一波機會 Holo鑽了出來 軍門也跟著進攻 但Rex完全不怕 還回手給了一點傷害 軍門在這一波支援的情況下 是輸了血量 而且這看到打野之後的 凱骨 直接是走出了線上 下面外塔的情況下 依舊是可以抓農兵 非常開心啊 那這裡HKA 節奏上還是沒有抓到很穩 就幾次的進攻 都是利用了小龍 或者是地圖的一個經濟 所以今天利亞本 如果不跟HKA打 HKA看起來也沒有太多的一個機會 那就要看 HKA能不能抓到自己的節奏 現在利亞本 是可以再拖啊 他們三件裝了 凱拉是可以打團了啦 但他其實這時候 欸我再拖一下 我後面也是很無敵 確實是可以拖 但是如果等下團戰 還是打得跟剛剛那波小龍一樣的話 那不管他現在有幾件裝 那已經不是拖不拖的問題了 那已經是下一場的問題了 那要先去後勤調整一下 可能要稍微去 勾頭一下說這個手到底該怎麼做 可能要在比賽的時候也要趕緊了解一下 凱撒 你就不能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做配合 他終究是一個大輸出點 他是不是有學到誰的精髓呢 就是有沒有這種凱撒衝進去的狀況 有股W位是不是 對 W位 有股W位是不是 對這個時候衝進去那是非常非常危險啊 Dangerous啊 有股蛙位 對 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不喜歡有些人不喜歡 都可以 對可能觀眾很喜歡 因為觀眾愛看 但後勤估計是很討厭的 不行不行 不行不能這樣衝啊 上班部的位置 三力漸漸的批出了一片天啊 三個裝備 現在HK如果放這個三力去打船長的話 估計是可以掉在地上 直接把船長掉起來打 所以這裡Liab也不打了 他們就準備要搶這條龍 小龍又來了 這個開戰的信號又來了 對不過現在我覺得這個鱷魚 是不是有點無敵啊 這鱷魚如果切到凱撒旁邊 凱撒估計一命呼呼啦 一命呼呼人沒啦 繼續可以賣了 但是位置上的話其實 Liab是有先站好的喔 但是要看怎麼開 哇這裡這個機會 HK應該是比較放過的 準備進來 沒有搶到的Holo也退不了走 在右邊位置 鱷魚是透了船長大 被李星給貼上 鎖鏈也沒出手道 交了大絕 再交了精神 左邊位置三力的進場 被李星給踢開 鱷魚也交在閃線離開 後面交流已經被處理掉之後 直接進場了HK 冰河龍搭配了這個大絕的彈幕 連續掃紅 而且拿下了一個Double 後方為了EXOTER 已經被嚇了虛弱 逃的這個方向 是一個死胡同 在前方的位置 依舊也是HK的追殺 虛空即行 留到了Double 交出精神 Double在交閃線 在精神結束後 想要嘗試踢 哇這邊是拉了一個位置 來回的飛天 但飛了一輩子 也跑不掉啦 這一個位置想要在小兵 拉到位置還拉到 還有機會跑的嗎 被小兵狠狠的揍死 這個 俗話說的好 逃得了一時 逃不了一時 這裡主要是 吃完龍之後呢 他們第一時間往下打 反正是被G-MN的 這個精神給拖延到 所以變成是 他們的組合又變成四股像 就家裡有並沒有辦法 配合自己的隊伍 最破抗 反正家裡有在上面先被抓掉了 然後 就算凱撒進場想要把G-MN給拖 但是G-MN的精神拖了很多時間 導致HA的組合一 集結之後呢 其實Liab就只能四散 大家看一下右上角那個凱撒 他本來應該是整個團戰的主軸 他現在是在隔壁啊 他是邊緣仔 哈哈哈哈 他在 集大的打一邊 凱撒跑到另外一邊去了 對 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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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1K 哎呀 一個 小兵好痛 小兵揍倒了 這個 只能說啦 我覺得Liab的 團戰啊 還是沒有辦法 去找到一個該 怎麼樣把這個組合打起來的樣子 對 還是沒有配合就好 幾次的進攻 就抓了人就沒有太多的目標 Liab 一言不合就18樓 而且吃了這個時間點還不錯呢 這邊HK的人是沒有視野的 雖然有感受到而且左邊GP已經到頭了 吃的時間不錯 但吃的好像不夠快 彈幕直接燒出來 直接被打斷了 這是一個Hammoth 後面的繞背 NN被抓到交警 再將閃線來到一個挺安全的一個位置 沒有人可以抓他的嘛 NN拖椅在前方的位置 HK的人是坦出了一個傷害 把Liab打了左右兩邊 那不追右邊左邊的位置都有危險 兩個人已經倒下 船長賽特都消失到 並要練習往前一炸 XDOSEN也被炸得騰空飛起 而且再也沒有落下 Liab雖然是找到MNN 但是MNN有驚人 有閃線 就算被爆到 然後加上加流大絕砸下來 但他可以靠著驚人跟閃線完美逃脫 這個團長我們要給Liab至少80分了嘛 這個已經是有接到了 這好運氣已經被爆起來了 如果是以畫面來說 可以及格 但是以時間來說太晚了 太晚了 30分鐘了 太晚了 這一波可惜 還是沒辦法打出一個結果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下一波MNNN沒閃 沒有驚人了 對 如果再可以 再可以像賽特這樣子 爆到街加里歐打 那MNN肯定是得死 哇這個厲害了 TEMMAZ的後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 懷中爆妹殺 懷中爆妹殺 阿妹殺不掉 懷中爆妹 阿這個妹 她跑掉了 她跑了 唉呦那 這很絕望喔 右邊就是 Liab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窄口區 大家很想打好運姐 但是又不敢過去 所以其實有三個人沒帶輸出的 對 這就是 幫她那個組合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把好運姐給撈掉 就會 正面就是HK很容易 一集結束就撤過去 哎呀 這個爆妹殺 再不行了 等一下真的要跪地板了 現在對於Liab來說 孤注一擲的機會阿 最終一刻 隨時都會來臨了 現場的話 這個船長開股 倒是也沒辦法做太多的一個配合 大 這個船長的發育其實也是有點受限 現在就看巴龍了 HK人 站好了位置 這個位置 Liab人也是有點難以察覺的喔 掃得挺乾淨的 HK在對方的這個野區 出於的是還不錯 哇想抓人 Holo吐到了Extrosion 你右方位置也有包抄的味道 Liab現在成一個手勢 HK就是在拖延 拖延你的時間 反正你 我知道這裡不開巴龍 你走進來你也吃不掉嘛 對 讓你的上下的線都走進去 那這樣的話 HK就是可以 不斷的去拖延 Liab 然後盡可能把視野布好 找一個機會 要嘛開 要嘛開巴龍 要嘛開團 現在船長在下路已經露頭囉 船長還是沒有TP的 HK這裡 比較想要打架 所以這整個位置 他們打這個方式是想要利用中路的 兵線優勢 然後切到野區去抓對面Liab 想看巴龍的人 這裡 HK是有插到這根線炎 所以這個時間你就可以比較安心的去吃巴龍 先來吃一波壓點人過來吧 喔唷 吃的速度其實還挺行的 所以GP應該要先把大絕騙出來啦 所以這個來說 HOLO直接鑽了出來給了壓力 其他人 嘻嘻吸引巴龍 讓血量不要回復 多一多也輕鬆的走出來 穿上大絕也交了 不過是交在了布朗姆臉上 只有布朗姆做位 一個賽車進場 跟了李星 我李星救了 來到一個好位置 我開始 雖然死掉 但後方隊友已經開始收到 尤其是 大鱷魚 搭配了賽勒斯 我這一個團戰 竟然讓這個好運姐 還可以上去搞魚啊 太誇張了吧 他看起來要死啦 不是他太誇張了吧 他的隊友就已經拉到了 然後 家里歐也要砸下來了 然後MM又沒閃 他只在表好運姐 踢成豪爽姊你知道嗎 好爽 好爽好爽好爽 好爽好爽 一直射一直射 我的啊 LiAV剩下的 一個甲里喔 要守著對面 這三個好看 而且 在LiAV這邊 完全沒輸任何 可以降治癒的 降治療的一個能力啊 沒有任何的人 可以打斷對面的回血 那這樣HKA 就可以再 繼續的進攻 拿下主堡 讓自己 拿到了一個 二連勝的成績 我們恭喜HKA 這個最後那一波 導致真的是 讓我看傻了 這個李星是 他跟昨天的那個 他跟昨天的那個艾克有點 異曲同工之妙 欸你給我上去耶 就是那個話 來這個好位置 我就想說 MN已經要爆開了 他沒有閃現 被拉到 家裡有已經那個 英靈之門已經把他送往深淵去了 對 就一掉下來說 欸他怎麼突然上岸了 好運姐多少了 應該有一秒的大 那那一秒的大的傷害 其實就很不夠 他很像射雷系 你知道嗎 他把他送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然後那個位置是 好運姐 伴墓最爽的那個角度 舒舒服服的看岸 對那這場比賽 對於利亞爾來說 本來是一個好彩頭 前面拿下了一場生命 在這場對上HKA的時候 又是屠下的敗戰 HKA 打出了一個我們熟悉的套路 而且確實在各條路線裡 一個發揮看起來 越來越穩定了 不論是 我們看到的殺人在這場的表現 我見他到最後好像都沒有死 然後在 中路的局面 也開始利用了賽勒 開始有更多的一個資源 但他跑的甚至比家裡歐還要輕 結果HKA 他反而用比較不一樣的陣容 打出了比利亞爾爾更好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這場HKA 之所以能夠獲勝 最主要是建議在他們打得夠穩 然後沒有犯什麼太多 就自己 進攻的時候沒有犯太多事 然後反而是 加上利亞爾爾爾 對於這個組合的不理解 跟操作上 配合上有很大的心 才會讓HKA在後面看起來是 每一波團都是輾過去的 沒錯 讓我們恭喜HKA來看一下 這場的關鍵團戰 最終落在了 是小龍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的話其實是 有點 被拉扯住了 確實這一波 加里歐想要以一抵四 以一抵三啊 這場最主要是基免這個經驗 過了太多時間啊 所以讓利亞伯這個撤退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就是把弱兵給吃掉 沒錯 哇 看到好運節的一個笑聲響起啊 那對於利亞伯來說就是睡著的時候都會聽到那種夢魘 又是好運節 又是好運節 又被燒死了 非常痛苦 在最終 我們稍微可以來欣賞一下李星的大逃亡 看這個大逃亡於事無補啊 他真的是 他秀了兩波耶 這一波跟剛剛最後一波 但就算逃走了 對於利亞伯來說也沒有任何可以提高勝率的事情會發生 恭喜HK 我們在35分鐘的一個時間點有HK拿下的比賽 那這一場的一個數據的話 哇 船長打出這麼高的輸出我其實沒有感覺到你知道嗎 我沒感覺到船長打出這麼大的輸出 那凱莎的話倒是 我覺得他在BP的一個策略上來說已經有想要利用這個凱莎了 但最終我覺得這效果沒有這麼好 我覺得這個組合絕對不賴 但看起來是利亞伯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玩這個組合 就他們看起來 他們只有一波團戰 是有確實抓到了就是MMM 但後續每一波都是四分五裂 就是好 我丟我的大 啊你飛進 你要飛就飛進去嘛 然後一邊打 可能三個人打左邊 兩個人打右邊 並沒有形成一個所謂的包夾網 然後去撈這個沒有位移 可能沒有閃現的好運氣 這場真的就是計畫趕不上變化的最佳案例 就今天中間出了一點事情 那利亞伯整個進攻上就開始有點亂了套 那就讓HKA用著我覺得臨場發揮跟能力拿下來這場比賽 來看一下HKA在這場比賽的MVP 讓我們恭喜的就是MMM 哇 這一場830的一個成績 這個好運氣 五大絕在幾次的一個發揮都幫助隊友在團戰打出了非常大量 他後面還佔了一個人 多一多 多一多一 原來他在旁邊這樣飄 他就一腳把他踹上了這個MVP的寶座 對 這一上來MVP啊 你很久沒當了嘛 上去 上去上去 讓你好好的坐在這個位置上 那HKA的MMM在這一場這個好運氣的表現就非常好哇 那另外的話其他人的這個表現我覺得也是值得加許的 尤其是我覺得中上他們的穩定度是 相比於我用前幾週的這個眼光去看的話 這今天的一個表現比前幾週是好很多很多 至少有兩倍以上的 對 而且確實HKA在前中期也是打的 就是他們會主動去盡可能去搶奪一些物件 然後看能不能拿到一些成效 對 那這一場的比賽HKA非常完美 我覺得開始有這個味道了 往下要搶這個前八的這個味道 季後賽要來了 那這一team可能也好好小心了 因為我覺得剛剛那一場HKA獲勝之後 雙方的位置應該會有一些改變 就剛剛那一場HKA獲勝 就有兩個人會做就是這個 一個是那個LiUp的教練 那個就是這個team對這個教練覺得 摸頭 怎麼會這樣 不太對呀 怎麼會這樣 這個名字有點怪呀 好不好 那緊接著來我們要到最精采的一個收關站了 EUFAK卡龍也即將出場 我們先稍後休息 回來就是今天的第六場比賽囉 好直到水的主要是 好幾乎 軸心 好幾乎 可以 好幾乎 超級火的 好幾乎 人特色的 好幾乎 一起配迫 就是 好幾乎 表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